大家好 我是DJ阿周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 位在上海浦东的 萨宁水产海鲜赤身自助餐 那这间自助餐呢 它有连锁性的 它总共目前是有三家店 来这间店 当然是要跟最佳女主角 一同前来 这两张照片是我们 在店门口所拍摄的 这边的食材大概有什么 有预定吗 海鲜很多 海鲜很多的 我们品种的 蒜锅的和赤身的都好多的 最主要还是大家都会来吃小青龙 对不对 小青龙啊 波龙不错 波士顿龙家也都有 我们波龙五四是没有 但是我们往四才有 五四我们就没有 那现在日本食材就比较少了 就没有 我们基本上 我们不用日本食材的 我们基本上是田虾 田虾那些是用俄罗斯的 然后山王鱼用的是智利和挪威的 对 我们基本上不会用日本食材 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在调整食材 我们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星期有很多会破不齐全的 情况下我们就是在塞水上供应上 就是说有跟日本有关系的 我们基本上都塞茶了 排除了 你当天先进去我们看一下 20位是吗 对 包房 OK 我们这边就铁板的鹅干 鹅干鲜羊排还有小青龙做的都是在这边边 我们这边还有假吃的烧腊 还有烧腊 是不是 原先烤鹿猪什么东西我们碗汁都会 没有烤鹿猪 是上面很多样就会要带到 四参的鹰糖 我们先把这边开完 对对对 把这边开完便要拌 这边都是四参的生物的 资料 对 嗯 哇 這邊還有圖輪洞 這個就圖輪洞 這個 下面我們下面做的更大 對對對 但是它這個是做的更小的 你要拍過去嗎 還是要先拍這邊 田蝦 對 這個不是 現在這個是俄羅斯的 俄羅斯不是阿根廷的那個 不是不是 我是用俄羅斯的 田蝦我們一直是用俄羅斯的 俄羅斯的 對 然後當我問你 我們是用 是用那個 智利和羅斯的兩個地方 這是冰山棒 這是什麼棒 冰 冰山棒 冰山 它其實跟北極背還有 然後放到一些是從 從那個 從車的吧 哇 這麼遠 這麼多地方都是實在太棒了 這是什麼 沒有人進去 哈哈 沒有人進去 沒有人進去 我看來是因為 因為 因為 這是因為 很會心的原因 很多菜市 才下下 然後就 讓他買 買什麼 更多 這個在台灣一直賣100塊的 這邊讓你整個人吃 生骨 这个 有锅类的 这里有游戏 还有牛肉 芡切 这边是调味区 酒水 酒水 哇哦 乙酒 相信这个东西 烧烤的生蚝 或者烤类的 生蚝是 是哪里的 生蚝 我们这个是 你们自己做的吗 藏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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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的生蚝都比较甜 好 饮料区 哇 还有提供日本的清酒 还有红酒白酒都有 哇 还有这边的 这边当地的小郎酒 非常有名的 真的光酒品就很多 非常的不出来提供红酒 在大陆这边呢 红白酒的价格 是比较偏好的 水果吧 有什么 芒果 哇 还有这个我最喜欢的香菱 芒果 咦 菇鸟也有耶 很特别很特别 还有椰子 OK 哇 这边还有 冰淇淋 冰淇淋 非常地不错 真的名不虚传 上语的菜色 这是我们这边的大厨 好年轻的啊 我们的大厨 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不用喝 不用喝 好含蓄啊 好含蓄啊 这个也就是蒜锅的 海鲜类的 蒜锅 那锅底 客人要的 那个很海鲜耶 锅底是自己拿 还是 那个服务员会给你们配的 会配就对 要大的 选东西 大的或者选择 海鲜 海鲜 还没有 这辈子还没吃过海鲜 什么样 海鲜 哇 白玉螺 都是高档吃辣 这些都是天鹅蛋 都是现杀的 这是现杀的 天鹅蛋 生蚝 哇 太棒了 真的食材 这比起我们台湾的 制度算是好 非常非常的多 桌子戒 桌子戒 真的有看到桌子戒 好大一只 有没有看到 非常非常的大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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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 发现 这发现 这个在台湾一间好几百块 台币 都是高档吃产 这三小 这个是一只鸡蛋 它跟鸡鸡 对 我们家冰箱还有一袋 哈哈哈哈 还没有准 这个黑鸡 这个类似我们台湾的炒虾 超黑 我现在吃的炒虾 没有长得很像 然后这个是M9的牛肉 頂級牛肉 M9的牛肉 另外一間還有活包的海鮮 哇還有活體海鮮的部分 真的太多太多了 九口 至於現撈撈的主了 青口貝 火爆魚 大火死了 海鮮豹 還有大雜蟹 哇大雜蟹都出來了 活的大雜蟹 這個 這種也叫草蝦 你們這邊叫羅氏蝦 我們那邊叫泰國蝦 我們叫我們 福建和廣東叫大頭蝦 大頭蝦 我們在台灣的話 這個東西叫做 泰國蝦 做三杯的泰國蝦 哇這邊飲料區 剛剛有酒水區 現在看到 各式的 各式的 哇 菇菌類 喜歡吃菇菌類的 可以考慮 就是到這邊取 這個菇菌類 這是祭奠一點的 小辣椒 非常的多小朋友的最愛 大人也非常的愛 尤其巧克力 森林巧克力 有沒有看到 非常的棒 非常的好 整個用餐區 整個用餐區 這邊還有熟食區 等會再拍好了 來 我們 師傅做的 師傅做的 巧克力城堡 巧克力城堡 可見這個甜點 師傅的功力非常的高 來這邊是熟食區 他師傅燒的各類的熟食 熟食 海鮮 這個一般我們自助餐 常看到一些的 這個倒是比較少 就是生蠔類的 對 蠔類的 那這邊還有一些 小菜 一些開胃小菜在這邊 好誇張的上癮海鮮 我們之前品內更多 現在輕易 現在來這個季節 來這邊就是要吃這個大螃蟹 有錢是大螃蟹 非常的不錯 可惜我這一次來 沒有吃螃蟹的工具 沒帶來吃螃蟹工具 來這個酒孔非常的大 跟豹魚非常的大 看就知道有多大 來這邊用餐絕對是物超所食 來這邊用餐絕對是物超所食 其實我們台灣101上面 看到的那些海鮮呢 說實在的 跟這邊來講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那這個是他有做一個 四身的一個拼盤 喜歡就是整個就拿去吃 他幫你視線都做好的 OK 這是深蒙海鮮區 這就是我們傳說中的SUM 好的 我們謝謝今天的大廚幫我們做介紹 謝謝 謝謝 跟大家揮揮手 謝謝 現在先轉到SUM 要先從這邊先點唱 之後呢 再轉到他右手邊這裡 做結帳的動作 如果你在網路就一間 預約庫呢 那也就是現場這邊呢 就是要讓他拿條碼讓他判讀 條碼判讀之後呢 那他還要跟你收一筆押金 放你吃才會 對 之後呢 就可以 稍微的 找位置等 那他會有手上會有這個號碼 還有一張收據 那我們是付現金兩百塊 做壓金 所以就要接個線 那用餐完後呢 他就會告訴 拿這個再去打兩百塊 可以嗎? 這是主上一個 一個 來這邊用餐的一個 作業流程 這是上癮的假幕表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們今天選擇的是 工作日的下午室 那 假日會比較便宜 他划定假日的時候 你也可以看到 價格都比較高 那現在因為日本的 開放 和污染水 那我們 在這邊看到 他日本食材 就一度多取消 其實在 大陸這間 他們配合戰色都不錯 也可以配合 現在的內科做了一點 所以很難說 我們現在準備食材 啊 中午是十一點半 就可以在這邊 在 他位置呢 我們剛才是做地鐵鍋 只要出地鐵鍋 馬上就可以看到 上個洞道 結成了 接著 中午午 中好 欢迎 欢迎 中好 欢迎 欢迎 中好 欢迎 欢迎 好 我好 我好 好 我好 我好 那我小明明啊 明明要被牵手了 中好 中好啊 要不要先带一下手啊 带一下拳拳 带一下 在那边 我没用光啊 我小伙伴要不要学一下 我小伙伴要不要学一下 清汤麻辣 清汤就好 两个清汤就好 这两个是不是 对对 两个 那一个清汤一个麻辣 一个清汤一个麻辣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 好吃的烤榴莲 真的用烤的特别好吃 真的很好吃 榴莲用烤的 很快 它这烤的有点焦 但是非常的好吃 这种口感就像烤地瓜的口感 谢谢 榴莲用烤的 难怪他们真的那么喜欢去烤鱼 旁边正好是收餐具的 所以说会有点炒 蒜泥 蝦子 这个东西 我们再讨论一下 辣椒 九口 我感觉它这边 最大的缺点就是 吃螃蟹 它没有提供酸酸 酸酸 酸酸 我感觉它这边 最大的缺点就是 吃螃蟹 它没有提供酸酸 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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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 这边我们可以 可以改善 很压抑 它这边居然有 鰻鱼 烤鰻 烧鰻 烧鰻 拿了两份 这边它都给你 回去搞了 两个烤榴莲 刚刚又跑去拿了 鲁哥 还有 小青龙 铁板小青龙 吃一吃 还是烤榴莲 最好吃 建议 到大陆来 一定要吃烤榴莲 这个季节 应该发生了 这个季节 没有看看 这个没有 刚刚那个烤榴莲 这个没有 刚刚那个烤榴莲 再一次 好 嗯 变焦 赴 变焦 变焦 還有 可樂拿的啤酒 來到大陸一定要喝 玩好雞 雞雞吃烤牛肉 好吃就這個油 好吃就這個油很便宜 雞雞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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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季節來這邊一定要吃這個 大打蟹 開始吃了 休息一下 OK 示範一下吃小青龍 吃小青龍 怎麼吃呢 很簡單就是用煮飯吃 不小心也好苦 吃了這隻小青龍 忘記它是公的還是母的 是公的還是母的 我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我剛才吃的是公的還是母的 可以在留言區幫我留言 讓我知道 都收進去了 港式烤魯科 你們現在聽到的音樂不是背景音樂 而是餐廳從頭到尾一直在放音 尾都是員的 人家為人家快樂 每次都吃的 裡面吃的 我不是收到 我剛才對 可以幫我把這個廚藏 有 有 一 爆紋 再貓業 也不知道從何的下落 這些食材在台灣都算是高級食材 可是在這邊他們是在一般的吃住海鮮 都看得到 剛剛又跑去拿了一個狗魚蝦 這次的小雞農比較大吃 但是這個我先放旁邊等會再吃 為什麼 因為剛剛煮了很多酒孔 聽說在大陸吃酒孔是這樣串著吃 而不是一顆一顆吃 2、4、6、7 我總共7顆串在一起吃 聽說是這樣吃 而不是一顆一顆吃 是不是有點誇張 真的很誇張 我自己都很想吃啊 我現在才知道 真的放起來吃 比一顆一顆吃更好吃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對面的小安老師 他已經器械了一下 我還叫混戰專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邊啊 有太多美食 我貼心啊 拿個四股釘給我看 因為他這邊都是用那個 小鍋子線子 實際上溫度會有點高 不過整體來講 我對這間上野的 評價是非常的高 建議各位 有機會來到大陸來玩 在浦東 到上海 我現在所在的這間是 在浦東這間店 想鬧氣的說 一定要到這間浦東店 主廚好心切喔 他這邊的主廚真的很極切 我剛才也過去跟他聊了兩句 真的 非常的人的境界 建議各位 上野值得來 必須安安 雖然價格 在當地來講 三百多塊人民幣 我覺得真的是 就是超級 光吃這個 吃龍蝦 吃大雜蟹 酒油鍋 加上他這邊的工作人員 每個都很親切 而且出過人外 你桌上只要吃完茶 他馬上就幫你學走 要什麼他馬上幫你 這邊最大缺點 因為小青龍呢 他是在鐵盤上 現煎的 所以說一般他煎起來 大概都十幾隻一次 大概公十幾隻 那因為整個用餐的人 就要開隊 十幾隻用完 他繼續煎 一次就是兩鍋 兩鍋 速度上也不用讓人趕太久 其他的呢 剛剛吃的那普遭麥 我剛才去看還有 還有烤榴槤 隨時都有 非常的棒 我繼續吃吧 稍微休息一下 瞬間啦 慢慢的 吃到剩一塊 吃到剩一塊 這種吃真的很好吃耶 吃一個九口 串成一串 慢慢吃 吃著他配著龍老爐 感覺不錯 這吃完呢 還是小青龍 隔壁說的那兩個 女孩子的時間比較好多 他幫我安排的位置也不錯 食材呢 就是正中間 對面可以看著 街道的景色 正好坐在航天 桌裡為 看著對面 人來人往 滿一種 好像很鹹很鹹的 才能吃完 小龍蝦吃完 還是鍾愛這個烤榴槤 還是鍾愛這個烤榴槤 吃了一個半小時 超過吃飽 所以我就吃一個 這邊一點點 甜一點水果之類的 因為吃這些東西 有點糟了 很會去拿個 新鮮的椰子 他這邊有一種進口 的清鮮椰子 還不錯 我不知道榴槤烤過之後 是這麼清楚 OK 用餐到尾聲呢 做最後的收尾 整體來講 在上以用餐 非常非常的棒 我個人感覺真的非常的舒服 而且 他的海鮮 說實在 真的是蠻新鮮的 因為 像鮑魚 大雜蟹都是活體的 只是 在煮它的時候 覺得有點燦爛 像今天 蝦子類就吃的比較少 因為大部分都吃榴槤 還有吃土燒麥 他吃了 三隻大雜蟹 都很水燈 還吃了一大堆鮑魚 聽說 剛剛隔壁說呢 兩個小女孩 講的 他們這邊菜市場 一顆鮑魚 大概能比5塊錢 可是 我覺得 在這邊吃真的是 超有所知 值得推薦給你 掰掰 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您按讚 開啟小鈴鐺 以及訂閱 感謝您 掰掰